玩乐学堂 嗨 朋友们 今天姐姐来咯 今天我和朋友们约定好了 要带最喜欢的玩具出来玩 沛琪 乔琪 小杨苏西 和小兔瑞贝卡都到齐了 那我们就通过拼图来看看 大家都带了什么玩具出来吧 所有的拼图都在这里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 沛琪今天带来的是什么玩具吧 找一找沛琪在哪里 沛琪的背景是浅绿色的 身上穿的是红色衣服 这里也是沛琪的屁股 这里也是 这一块 这一块 全部都找出来吧 好喽 你们看 这里是所有 上面有着浅绿色 粉红色 还有红色的 这里呢 首先来拼出沛琪的脸部 沛琪的眼睛出来喽 这里是她的大脸蛋 它的嘴巴在这里 这边是她的名字 这一块上面有 英文字母 再根据英文字母 把其他的拼好吧 OK 耶 你们快看 沛琪的已经拼好了 哦 原来今天她拿了一个球 哦 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 沛琪沛琪 这个球是不是可以弹起来的那种啊 我超喜欢的哟 那除了沛琪 我们再来看看 嗯 小杨苏西拿的是什么玩具吧 小杨苏西的背景是黄色 身上穿着粉色的衣服 手里拿着五彩斑斓的玩具 就是这些啦 朋友们 快看 我们首先把五彩斑斓的玩具拼出来包 哦 嘿 这是小杨苏西的脸蛋 哦 在这里 这里 哦 小杨苏西的脸已经完全拼出来了哟 叮叮 中间这里呢 是小杨苏西的名字 这里应该是她的脚丫子 还有她的小尾巴 嗯 怎么回事呀 小杨苏西的衣服怎么不见了呀 粉色 是这块吗 嘿 嘿 这一块上面全是粉色的 哇 成功啦 嘿嘿嘿 好了 小杨苏西今天带来的是一个彩色的足球 哇 这么多人一起玩足球 太酷了 嘿嘿嘿 嘿嘿 那除了小植佩奇 小杨苏西 还有好朋友小兔子瑞贝卡 也带了玩具过来哟 把它找出来吧 找出紫色背景的 蓝色背景的呢 就是最后一个乔治的图啊 蓝色 蓝色蓝色蓝色 几色 分好了 那我们先来看看小独瑞贝卡 到底带的是什么玩具 先来找到瑞贝卡的眼睛 这里是她的嘴巴 脸蛋 她嘴巴的另外一部分也找到了哦 瑞贝卡的名字 瑞贝卡小裙子 哇哦 这是她上半部分 已经完全拼出来了哟 最后的两块就非常的简单了 这里 这里 哇哦 小兔瑞贝卡拼章成功 你们快看 小兔瑞贝卡今天是看着影迷来的 她身上还带着两个游泳圈 小兔瑞贝卡 等你学会了游泳记得交往了呢 最后呢就是我们还有的小猪乔治 她到底带了什么样的玩具呢 先来找出乔治的眼睛 在这儿 哦哦 我看到她的小鼻子 哦 这一块是在这里 哇 你们快看 这一个是绿色的一个小头盔 我找到它的拼装方式了 耶 小猪乔治的脸 还有她头上的头盔 已经全部装好了哦 接下来就是剩余的部分 这里 蓝色的衣服 哇 你们快看 原来乔治带的东西有两件 一个是她最喜欢的恐龙头盔 第二个就是自行车 朋友们 你们会骑自行车吗 哦 金金姐姐看自行车很厉害哦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有的玩具就分享在这里了 金金姐姐的玩具也带来了哟 我最喜欢的玩偶 金宝 你们喜欢金宝吗 留言告诉我吧 最后最后 别忘了点赞 订阅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